現在除了吃東西 除了做運動 這些最主要的Keep Fit 你有沒有甚麼特別運動可以建議給我們的觀眾 有的 我很喜歡去爬山 因為戶外運動 你知道經常戴口罩 我去爬山的時候 沒有人的時候 因為外媽可以不戴口罩 呼吸一下身絲空氣 因為戴氧運動 給多養份 細胞的代謝好 還有人精神充滿 精神飽滿 或者如果在家怎樣做呢 我就會做腳步運動 臀部運動 還有我會全身控制肌肉 你知不知道 如果你不動 你不吃東西 就這樣躺在那裡 坐在那裡 你知不知道身體哪個器官的代謝是最高的 數據 不知道 是甚麼 是肌肉 是嗎 肌肉是最少的 所以我們如果多練一些肌肉 你的代謝好 你的身材 身形就會很漂亮 所以有時候體重不代表你身材很漂亮 是 可能你是體重也很重的 實正點 但是你是那個curvy 很漂亮的 是嗎 所以我剛才就說了 你減重不要看重量 減肢也不要看重量 因為為甚麼呢 肥豬肉 肥豬肉和一些瘦肉 減肥豬肉是否比瘦肉輕 你不要看著磅掉下來 你才覺得你是減了重量 或者你排了水 因為我們身體百分之七十是水 有些人減肥就不吃 飲食 飲水 各方面 或者用一些方法排水 其實是排水的 那你再吃生菜之後 你就會重量提升 所以我建議就是要堅持 因為為甚麼呢 減肥那段時間呢 先燃燒你的糖 然後呢 要堅持到一段時間去燃燒你的脂肪 好了 你的脂肪燃燒完之後 它有記憶系統 你又放棄了 你說吃了才算 那你怎樣 好像我們 保持到這麼好的身形呢 所以女士們一定要長遠的堅持 才可以達到有理想的體重 即美是要堅持的 對 做運動也是要堅持 坐在這裡 剛才你問我這個問題 我有時開完會 我就會半小時起床 做一下 好像坐一張椅子 但是拉開椅子的那種動作 不明白 怎樣拉開椅子 即是說 好像坐假椅子 這樣的動作 被先生罰 坐無形椅子 是的 無形椅子 你知道嗎 你女士們是否要S型是靚 如果你要後屯 屯位要夠挺的話 你就可以做一下這個運動 是的 所以 真是 保持得很好 原來以前先生罰我們 無形椅子是 為你好 為我好的 說真的 我少去行山 但是我行購物櫃 我曾經有一天 和我女朋友 在購物櫃 我覺得我很努力 我是為了 所以要漂亮 我們可以逛街 對 去逛街 看東西 買衣服 這樣就可以保持我們 保持健康 刺激經濟 你幫助經濟嘛 不如這樣 我們說開逛街 說開刺激經濟時裝 不如我們找Lisa進來 好嗎 跟我們談談時裝的事 當然 每個人都喜歡穿漂亮 有好的身形 就要配搭漂亮的時裝 是不是 Lisa 很開心 請坐 Lisa 不如你首先 跟各位觀眾 介紹一下你自己 好嗎 我是Lisa 我是在時裝公司 做的 是國際時裝公司 做負責買手 買板 後來做了設計 是 Lisa 我們倆今天 就是說 女人 如何保持我們的身段 要穿漂亮的衣服 其實如果穿漂亮的衣服 現在是2021年的年尾了 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明年 我們的時裝趨勢如何 我們要如何保持健康 準備明年漂亮 現在流行冬季時裝 有幾個顏色是我們要注意的 就是一個叫做 Coconut Cream 就是好像米色 另外跟著就是 灰 灰是淺灰 我最喜歡的就是 Wildberry 就是好像 早紅酒 早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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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 接下來有個 明色 明色 Sable 淺啡 彈黃色 這幾個組合 都是很協調的 但時裝方面 裡面我們輕的衣服 就是由 我由這個上面 講到下面 裡面真的 衣服 就是非常之流行 接著就配搭背心 背心有這個 puffy 那隻 是down的背心 或者是 那些假皮 假皮背心 又或者是 那些 衣服背心 都是非常之流行的 除了背心之外 就講的是 jacket jacket 方面 全部都叫做 strong soda 好像現在我穿 這件也是很流行的 即是否 pack 又加上pack 即是復古 是呀 走回到70年代 我以前的衣服都丟掉 又要重新來過 這是一個秘訣 當你很喜歡的衣服 你不要丟著 那麼 就留回你最喜歡的衣服 留在這裡 到時 你又可以 再回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混合 一起來穿 那些衣服 全部都是oversize 那些衣服 全部都好像穿了你 husband的jacket 那樣 或者你可以 和你 husband 穿 除了jacket oversize之外 還有一些 褲子 現在全部是 bell bottom 寬褲子 有些人說 我這麼矮 怎麼穿呢 很幸運 那些鞋子 又流行高跟鞋 即是船底鞋 又是我們70年代 那些船底鞋 所以 就算你不夠高 都可以蓋住 又流行這個 長鞋 鞋子長得過了你的膝蓋 好久不見